亚特兰蒂斯的神秘大师记录之首位, 强大的国王魔术师世世代代传承, 即将进入杜阿特之殿, 为后人留下指引。 这些记录来自亚特兰蒂斯在库城岛上的强大智慧。 在遥远的过去,我开始了这一生。 不像现在的小人,亚特兰蒂斯的强者, 不是生与死,而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 他们的生命之火在杜阿特之殿,摇曳不息, 生命之河涌流,一百次的黑暗轮回, 再从中找到光明、力量和能力的更迭, 以至于我不得不选择沉睡。 海奇人将遗忘我的存在, 但在未来未生的时代,我会再次崛起, 强大并且对那些我为敌的人尽心清算。 小心啊经过的人们, 如果你们背叛了我的教义, 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残忍, 你们也不想再次回到黑暗的洞穴里吧。 不要向北方或南方的人泄露我的秘密, 以免诅咒降临。 记住我一定会回来的, 即是超越时间和死亡, 我也会回来拿回要求你们所守护的东西。 在异族的眼中, 人类可能看起来矛盾, 难以理解, 缺乏长期记忆。 现代人的祖先表示完全可以理解, 脆弱的记忆应该保存在 比个人头脑更坚固的东西中。 永生轮回无限的概念, 与人类的维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可能是古埃及人在仰望浩瀚的天空时想到的, 他们对宇宙充满了幻想。 几千年来, 人类热爱生命和现实, 以至于他们想要将这个概念刻在石头上, 通过寺庙和故事的不断变化来传承。 我们是记忆的载体, 重要的东西必须有人记住。 虽然难以想象埃及曾经利益盎然, 但最初一切都被冰河水淹没, 所以地球表面一定与我们所知的非常不同。 现在我们可以在祖先的记忆中 找到这些假设的痕迹。 当我们提到亚太兰蒂斯城时, 它的起源可能的位置, 以及古代人如何记住它的存在并不清楚。 亚太兰蒂斯的传说要感谢希腊人, 公元前360年, 布拉图的地埋欧片和克里提亚片的对话中 谈论了它。 在赫拉克勒斯住前面的海峡上有一个岛屿, 这个岛屿比利比亚和亚洲加起来还要大, 是通往其他岛屿的通道。 从这些岛屿你可以到达对面的大陆, 后来发生了剧烈的地震和洪水。 在一夜之间, 亚太兰蒂斯岛消失在了海洋深处, 这些事件改变了一切。 很久以后, 潮汐退却, 固立了土地变成了广大的领土。 当人类在旅程中发现埃及领地的辉煌时, 他们停了下来, 一个伟大的文明在这里崛起, 似乎与天国相连, 统治着尼罗河及古增伊特鲁河河岸的伟大王国, 与水有着深厚的联系。 古埃及文明从这条巨大的生命之河旁闪耀的火花中诞生。 这是由于这条河流周期性的泛滥, 人才产生了建立时间秩序的必要性, 以识别和预测过去发生的事件何时会重复出现。 从而构建了一个分为三个季节的日历, 洪水期、植物生长期以及收获期, 也导致了让人们理解地球绕太阳公转需要360天加5天, 这5天被称为润日。 古埃及人写了一个关于润日的神话, 我们只能通过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的故事了解到, 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在罗马帝国统治下, 一位神秘的神奇知识的守护者, 通过玩一种叫做三尼特的游戏, 击败了月神孔斯获得了这5天。 三尼特是一种古老的棋牌游戏, 太阳神拉知道努特的孩子会夺走自己的地位, 所以禁止天空女神努特和地神该不结合生下孩子。 在月神孔斯输了游戏之后, 这5天就成了新月之夜让太阳神的诅咒诗, 于是努特通过这5天孕育了5个神灵, 分别是冥王奥西里斯生命语神伊西斯, 风暴之神赛特亡民守护神奈弗蒂斯, 以及复仇之神荷鲁斯。 虽然在我们看来, 这些人物似乎只是成人和儿童神话故事中的讲色, 但他们的形象往往呈现出一种庄严, 这些神灵看起来七星怪状比较可怕, 但他们对于形成新的概念和思想至关重要, 事实上这些神灵综合地包含了独特的象征意义和多种含义, 成为了文明的友谈。 在他们周围建立了交流, 标志的演变, 不同原形的诞生, 文明自古以来深受其影响, 不过在已知的世界中这条道路并不简单,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游荡的游牧家族, 必须秉承强者至上的原始法则才能生存下来。 他们试图维持一个持续的生命周期, 直到人们了解了自然的运作方式, 并意识到为了不被自然的力量和神秘所吞噬, 必须团结一致。 为了应对自然的神秘和力量, 人们发现有必要记住世纪以来的法律和规则。 男人和女人团结起来战胜了孤独和死亡的恐惧, 找到了一个应许之地, 一条咆哮的河流穿越其中流向北方。 这片土地将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 几千年来, 埃及成为了人类奠定文明原则的地方, 在这里进行泡论和交流, 上道统治者下道平民百姓, 梳利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通过漫长的领土整合过程中, 导致对邻国的童话, 随着时间流逝小定居点变成了村庄, 村庄变成了城镇, 后来建立了亡国及其首都。 这些首都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内战, 政治协议逐渐转变, 统一成一个中央集权国家。 在法老王的统治下, 建立了一个知识丰富制度完善的社会。 这些制度对于控制一个庞大的帝国非常有用, 而人们常常只将古埃及与吉萨金字塔联系在一起, 这过于狭隘, 我们忘记了除了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念碑理论上的节日之外, 这片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 通过其高度发展的知识和丰富的人才给了我们更多。 人们认为古埃及人了解亚特兰蒂斯, 甚至可能是他们的直系后代, 因此我们只能对他的起源有一个假设性的想法, 在这里标志是思想之间微妙的联系。 在埃及历史上, 文字通过代表神圣人物和语言代码而具有了更等性的重要性。 树立们创作了大量的故事, 数学著作, 医学手册和传说, 这些宗教文本对于人类来说非常重要, 如今由于对他们的书写进行了新的研究,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分析这些文本, 从而揭示伊特鲁和人民的各个方面, 罗瑟塔史被发现花了300年时间才能够翻译。 这些古代发现的文物文本包含了托勒米王朝, 祭司颁布的法令, 通示了对某些类型税收的取消, 以及为法老托勒米一世建造寺庙和雕像。 他最初是用三种语言书写的, 埃及象形文字, 埃及通俗文字和古希腊文。 这个文物于1799言优, 拿破仑·波拿巴埃及战役中的海军上将皮埃尔·弗朗索瓦·扎维也不下赫发现, 他体现了古埃及人在沟通方面的先进和熟练, 写作对于巩固王国变得至关重要, 因为像过去任何一个宏伟的文明一样。 古埃及社会和政治结构也是以宗教为之处, 以多神教为中心, 由古埃及语中的神组成, 象征着多样性。 宗教体系有一系列以人化和以动物化的神组成, 代表着生命的对比, 以及力量和自然的运作方式, 创造了万物并维持着万物的存在。 这些神奇多达一千五百个。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相信法老拥有神圣的能力, 因为他们掌握着与这些神灵沟通的权利。 在埃及神学哲学中, 有一个主要的基石必须通过仪式来与神灵交流, 通过供奉和祭祀, 人们希望神灵能够维持宇宙的秩序, 拒绝混乱、不公正、暴力等。 这些概念也由相应的神灵代表。 为了支持这个系统, 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用于宗教仪式和场所。 在这些地方, 人们可以进行崇拜以丰富知识, 采用有效的方法来巩固伟大的荣耀。 这种荣耀见证了游牧文化, 主要来自美索不达尼亚的不断被通化, 因此神灵也在不断地变化。 其中一些领土特有的神灵, 也来自比埃及更古老和遥远的文明,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代表秩序和谐的马特, 成为了人们偏爱的神灵。 古埃及人非常清楚, 如果记住神灵的基吉和肖吉特指人, 就会记住神的力量, 从而更容易融入社会了解自然, 不能遗忘这些过去的生物, 以便让来自其他地区的人, 也能理解喜爱并传承这些神灵, 可以认出埃及神灵的品质, 就像他们家乡的神一样。 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多神教的命运也是如此, 由具有双重特性的神形成, 现在更简单地定义为善与恶, 多神教的对立面, 依神教基督教的诞生源自犹太文化, 其中包含了善的概念, 善于或由清晰简单的形象代表, 例如天使恶魔, 这些形象拥有深刻的概念性, 刻板印象的一部分, 构成了个体的周围和本质。 一个明确的童话例子是, 伊斯塔尔源自童原女神伊南娜, 她的名字意为天上的女士或光辉, 伊南娜也被菲尼基人和迦南人称为 把儿是苏美尔人的女神, 掌管生育美丽和爱, 她被理解为一个色情的而非神圣的形象, 后来也被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同化成亚述女神, 伊斯塔尔虽然很多神灵的名字不同, 但他们有很多共同点, 和埃及的所有神一样, 代表着正面的和负面的力量, 比如温柔而凶猛的女神。 埃及宗教还重新整合了一些起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神, 例如伊西斯塞特和哈索尔三位一体。 后来犹太文化受到迦南人的影响, 迦南人指的是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部分人, 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在约代, 阿尔这个形象被彻底磨除了, 因为她被认为是可称的与神完全相反。 这些神不仅次相矛盾, 而且还和众多神话故事相矛盾。 比如伊南娜, 有些故事中她是月神心的女儿, 有些故事中她又是太阳神撒玛什的妹妹, 一些故事中她还是天宫之神哈努的女儿。 虽然她身份有许多变化, 但她始终代表着生命与大地女神对于, 女神与金星也存在联系, 因此被称为闪耀之星的女士。 女神的形象也与八角星有关, 这是一种在与圣母玛利亚有关的基督教圣像中 也能找到的符号。 八角星象征这金星在地球80年的周期内 重复相同的阶段, 这是苏美尔天文学家和占星家早就知道的, 这只是众多例子之一, 说明苏美尔人对天文的了解有多深。 在人类记忆的长河中, 神圣的宗教人物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从这一点来看, 另一个细节也出现了, 在埃及的神中, 有一个是备受尊敬的, 他被描绘为法老生活的见证者, 这是其他文化从未提及或描述过的。 他是智慧、魔法、时间测量、数学和几何的守护者, 也是超学员的保护者。 他将书写、知识带给人类, 是一个半人半兽的天神。 在艺术中, 他经常被描绘为鸟头, 可能是因为他会的曲线让人想起 梅索布达米亚人的心悦。 在其原始进化过程中, 他有时也被描绘为一只手持心悦的肺肺。 选择这些形象可能是因为 这两种动物的行为在人类看来显得非常聪明。 作为聪明敏锐的观察者, 托特诞生于下埃及的前王朝时期, 大概公元前3900年至3150年。 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 主要在赫尔默破利斯受到崇拜, 在埃及书写中赫尔默破利斯的意思是八成, 因为数字八在今天被认为是代表无限的符号。 赫尔默破利斯是希腊历史学家, 给这个立方起的名字。 他是埃及的一个崇拜托特的神圣之地, 希腊人还将托特与他们的神赫尔默斯联系在一起。 罗马人称之为特里斯莫吉斯特寺, 这个地方也是尼罗河源头守护神库鲁的所在地, 它也是洪水创造力的源泉。 赫尔默破利斯史上埃及第15区的首府, 位于尼罗河西岸埃及腹地, 在法老时代他经历了巨大的发展。 在希腊化和罗马时期, 直到公元57被毁托特在这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被认为是世界创造神之一, 与死亡的象征有关。 太阳和月亮本身在埃及神学中很少出现, 可能太神圣了, 无法直接参考太阳神孔斯。 而正午太阳之神拉和阿吞的形象被理解为 通过他的金色光芒创造生命的力量, 在他的赞美识中经常被描违成阿卡坦, 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人物好像埃及人已经明白, 由于一些遥远的星星的力量, 其他星球上的生命是可能的, 你在天空的地平线上完美地升起, 活着的阿吞, 每当你升起时你就会赋予生命, 每当你从东方升起, 你都会照亮每一寸土地, 你的完美, 令人心动, 在每一寸土地上闪耀, 帕尔莫过利斯与埃及古老的 创世神话和巴远神有关。 据说这些神, 甚至在现今世界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 他们拥有非常异样的特征, 并肩负着将原始混沌力量, 以人化的任务, 拥有精确相等和相反的力量, 但这些力量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基于此原始神灵因此由夫妻组成, 其中男性本质与女性本质相对立。 这些以人化的神灵, 男性的头是青蛙, 女性的头是蛇, 从中出现水的象征, 这个信息表明, 与基督教原始罪恶相关的动物, 蛇可能源自埃及文化。 这是一个重要的细节将基督教古代以色列宗教和埃及宗教联系在一起, 具体来说与赫尔默波利斯有关的, 可能就是伊甸园的想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由于一神论宗教的内在需求, 可能导致了对最古老宗教信息的操纵, 以至于失去了这个地方的起源。 一个传说讲述了尼罗河边的诸神, 创造了一个原始的尼丘, 称为火焰之路或刀刃之路。 在这个神秘的地方, 神们赋予了太阳生命。 在混乱中的赫尔默波利斯除了创造其他神之外, 还肩负着让太阳每天升起的人物, 在赫尔默波利斯的夜晚, 保护太阳免受黑暗的期。 太阳的周期首先取决于神, 他每天晚上都会把沉睡的星星放在山丘上, 这座山丘也被称为月亮,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与周期的重生有关, 因为月亮只需命令水的流动即可调节。 海奇人非常了解这一点, 即每个生物都有自己的周期。 月亮不仅被视为夜光的提供者, 也被视为无需太阳就能测量时间的星星, 它的相位在占星术中具有重要意义。 这主要是由于农业发挥的基本作用, 使得它成为大多数仪式的基石。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不仅成为重生的代言人, 还带掉了永生, 表现出一种先于一切的绝对灵点, 从这里开始了一切。 它是一个可以轮回, 穿越时空, 战胜时间力量的天界生物, 但它的神秘性依然存在。 我们所知, 甚少因为七个世纪以来正如宗教经历的变化一样, 甚至归因于神的传说, 也包含着被作者个人想法, 或可能是作者群体操纵的信息。 与异学也起着关键作用, 单词根据其发音的语言具有不同的含义。 这些含义或多或少重要, 并且这些含义可以在不同的人之间 以不同的方式理解。 近几个世纪以来, 仍曾多次试图揭示上帝历史的真相, 甚至将隐藏的深奥力量 归映于它的形象并发展出无数的理论。 荡量的著作使我们无法追踪任何合理的真实, 以至于难辨真假。 从莫里斯·多拉尔在1930年写的 最新文本之一《翡翠法谈》开始就很明显, 历史知识的发展与过去的神话融合, 产生了更具灵性的东西, 关于神的版本有很多。 但这个文本究竟是想象的结果? 还是原始著作的翻译, 还是对宗教和埃及相关理论的深入了解, 还是超感接触神灵所引起的自动协作? 都不清楚,而多拉尔提出了一个 令人惊讶的神话人物版的, 认为托特不仅是一个古老到 见证了亚特兰蒂斯起源的生物, 而且还强大到可以穿越时空。 对于那些完全理解文本含义的人来说, 就有可能理解宇宙的自然秩序, 支配时间并穿越它。 此外,多拉尔在文本中定义的 光之子脱颖而出, 他们看起来根本不是灵魂, 而是一种非常类似于外星人的东西。 还有一个神甚至比托特神更绝对, 然后我们见到了一种 以前从未见过的技术, 这种技术就是金字塔本身的机制, 这一点非常突出。 对于这个古老的人民来说, 真正的冒险始于一切的终结。 在多拉尔的《翡翠法谈》第一章中, 他写道, 我的子民在古代是伟大的, 远远超出了现在我周围小人物的想象。 他们掌握着古老的智慧, 在无限知识地深处寻求。 这些知识属于地球的年轻人, 我们是明智地拥有光之子的智慧, 我们是强大的拥有从永恒之火中汲取的力量。 在所有这些人的孩子中, 最伟大的是我父亲认为我是大神殿的守护者, 是居住在神殿内的光之子之间的纽带, 有三个神秘的乌奈尔之居者对国王说话, 他们的声音不容违抗。 我也是在那里长大的, 父亲教我古老的智慧。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心中的智慧至火欲发旺盛, 最终变成了我无法控制的烈焰。 我不断追求智慧, 直到有一天, 庙中的神秘人物召唤我到他面前。 只有少数人见过他的尊荣, 并活了下来, 因为凡人不是光之子。 当他们没有肉体, 我被选中成为他们的弟子, 接受神秘人物的教导, 以完成他的使命。 这个使命尚未在时间的此宫中孕育。 我在庙中学习了很久, 积累了大量的智慧, 直到我接近了神秘之火发出的光芒。 他指引我走向杜阿特, 也就是灵界那里的王, 坐在他的权势之座上。 我下生命之主和死亡之主深深居功, 得到了生命之药作为礼物。 我不再受杜阿特的束缚, 不受生死的轮回。 我向着星辰远行, 直到宇宙的尽头。 时间仿佛停止了。 我喝了智慧之杯, 窥探了人们的心灵, 发现了更大的奥秘。 感到无比欣慰, 只有追寻真理才能平息我的灵魂, 熄灭内心的火焰。 我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探着身边的人品尝死亡之杯。 我在生命之光中再次回归, 逐渐从亚特兰蒂死亡国走出。 曾经与我同心的意识之浪逐渐消逝, 被来自低等星球的后代所取代。 遵从法则, 主人的话语化作了向下开花的黑暗。 亚特兰蒂死人的思想一直萦绕着我, 直到最后, 神秘的杜阿特治剧者在愤怒中苏醒发出召唤。 大地深处的力量被唤醒, 亚一只子们听到了召唤, 并引导了永恒燃烧的火焰之花的变化。 他们使用神秘的标志改变了火焰的方向, 引放了大洪水淹没了世界, 改变了地球的平衡。 最终只有光明之电屹立在巨大的乌纳尔山上, 从水中升起。 有些人幸免于大喷泉的冲击而幸存。 主人呼唤我, 说召集你的子民用你们学到的技能带他们走, 或者远渡海洋, 直到你们到达上我洞穴中有冒犯野蛮人居住的土地, 在那里实施你们的计划。 我召集了我的子民登上主人的巨轮, 我们向上升起, 进入晨曦的黑暗中。 在我们的下方, 神庙突然被淹没, 水从地球上消失, 直到约定的时间, 神浪才在此处。 我们向晨阳飞去, 直到下方出现了凯姆之子们的土地, 他们愤怒地挥舞着棍棒和长矛, 想要杀害并彻底摧毁亚特兰蒂斯的后裔。 然后我取起了我的法杖, 一阵震动过后使他们停在原地, 然后我用平静的话语对他们说话, 向他们展示亚特兰蒂斯的历练, 就我们是太阳之子。 我用我的魔法振折了他们的使者, 让他们屈服于我的脚下, 然后我释放了他们, 我们在凯姆之地生活了很久, 直到永生主人命令的到来。 我将亚特兰蒂斯的后裔送往各个方向, 希望智慧能在他们的后代中再次蔓延。 在这里运用内心的智慧, 我完成了许多伟大的事业, 智慧之光, 照亮了凯姆之子们, 然后指引他们走向杜阿特, 为了保持我的力量, 世世代代地活着。 作为亚特兰蒂斯的后裔, 我守护着智慧, 保存着记录, 台姆之子们成长壮大, 征服了周围的人民, 他们的灵魂力量逐渐增强。 现在, 我要暂时离开他们进入多阿特的黑暗殿堂。 在弟弟的殿堂中, 我再次面对力量之主, 与神秘的曲折面对面。 在入口上方, 有一扇高高的门通往多阿特, 只有少数人有勇气挑战它, 只有少数人能通过通往黑暗之地的门槛。 我举起了巨大的金字塔, 在里面雕刻了一条环形的通道。 在山顶, 我放置了水晶, 发射出一道射线进入时空, 力量从以太中聚集, 一股超越地球力量的力量 集中在通往多阿特的门户上。 我建造了其他房间, 看似空档, 但里面隐藏着通往多阿特的钥匙。 那些想要挑战黑暗领域的人, 必须先经过长时间的进手, 躺在石棺中, 净化自己。 在我的房间里, 我将会向人们揭示伟大的奥秘, 人们很快就会追随我。 即使在地球的黑暗中, 我也会与他们相遇。 智慧之主, 与他相见, 拥抱他, 永远与他同在。 我建造了伟大的金字塔, 仿造地球力量的金字塔永恒燃烧, 这样他也能穿越时空, 永存不朽。 我在西中建立了我的魔法科学知识, 以便我从多阿特回来, 使他仍然存在。 当我在多阿特的殿堂中沉睡时, 我的灵魂自由地游荡, 以各种形式化身于人间。 我是神秘居者的使者, 履行他的命令, 以便提升人类。 现在我回到多阿特的殿堂, 留下一些我的智慧, 以没有保存他遵守神秘人物的命令, 永远向上仰望光明。 你们一定会与主人合而为一, 你们理应与主人合而为一, 我们理应与万物合而为一。 现在我离开你们, 记住我的诫命并遵守他们, 我会与你们同在, 帮助你们走向光明。 现在在我面前门打开了, 你们进入黑暗的夜晚吧。 莫里斯达拉尔在担任 白神殿兄弟会首领时 使用的名字是克劳德多金斯。 白神殿兄弟会是一个极端的组织, 总部是在科罗拉多州的塞达利亚, 作者出生在美国 伯克拉荷马州的硫磺拳。 他很小的时候就迷上了唐兰, 很快对奇幻文学和科幻小说 产生了广泛的兴趣, 从小他的藏书就有数千本 关于这些主题的, 随后他的好奇心也延伸到 神秘主义的主题。 他声称在为国家和世界 服务了一战之后, 他在西藏度过了八年, 他还声称曾访问过 北加州莎斯塔山的玄学中心。 多拉尔于1930年 创立了白神殿兄弟会, 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 为兄弟会编写课程 和一系列名为 小妙图书馆的小册子上。 这些小册子涵盖了 与神秘的亚特兰第四 和不明飞行物相关的 各种主题。 据他称, 他的知识来自于 神秘的大白法师会接触。 这是一个显为人知的 大事纪攻击会。 有信息表明这个兄弟会 是由那些超越地球经验的人 组成的。 他们一直寻求 引导人类进化。 莫里斯多拉尔创作了许多 关于不明飞行物 和外星人的作品。 这些作品似乎在 20世纪60年代 才成为科幻电影的一部分。 他的作品似乎包含了 我们对这个主题 所知的大部分知识, 而且他还为 最著名的外星人理论之一 奠定了基础。 他坚信爬虫类生物的存在, 并声称 他这试图与人类融合 以及在地下秘密行动 远离窥探的目光。 多拉尔于1946年 开始的赛大利亚 建造兄弟会新的总部, 当时非常担心 可能发生的原始战争。 所选地点是一个山谷, 周围环绕着 1500英尺高的山墙。 应该很安全, 两年后, 他预言圣经中的 世界末日之战即将开始。 多拉尔于1963年去世, 其创立的兄弟会 至今仍然存在。 多拉尔的许多著作 被视为权威文献。 作为埃及人民生活的见证者, 托特经常被描绘为 太阳神拉的秘书和视察官, 在冥界被称为达塔特。 当需要审判死者的灵魂时, 他是荷鲁斯的助手, 因此死者的灵魂有了命运。 这种做法最初源于 《咒处之书》中的文本, 更广为人知的是 《死者之书》。 这本书最接近于 指代整个文本集, 其中包含了大量的 神秘宗教仪式。 这些文本是由各种 埃及祭司在千年间编写的, 在2008年版中达到了700页, 其中包含的魔法仪式 旨在保护死者, 帮助他们安全通往冥界, 冥界中充满了陷阱。 为了实现永生, 人们面临着许多困难。 图中的象形文字代表 一个被刻在圆圈中的星星。 这要我们推测 冥界最初可能位于天空中, 只有在编转了被称为 达哈特之主的 荷鲁斯神话之后, 冥界才成为地球上的 一个地方。 埃及人相信 灵魂有多个部分组成, 其中包括卡。 它在死后与死者同在, 它可以进入杜阿特, 它被鸟绘为一个蓝色的人头 或一只鸟咬身和人脸。 它的目的是 让死者能够自由移动, 还可以随意变化形态。 阿努比斯将死者的心脏 放在一个巨大的天品盘子上, 另一边则由相应的 象形文字, IS代表 还有玛雅特的羽毛, 象征着平衡秩序, 和谐真理, 法律, 规则道德和正义。 玛雅特是由他的父亲 太阳神拉太瓦斯界的。 他经常被描绘为一个 带着羽毛的女人化女神, 是星座自然排列的女神。 玛雅特不仅代表了 人类的季节, 也代表了神圣的正义 以及宇宙秩序 与混沌的传播者。 这位智慧之神 记录着称的结果, 如果心脏作为 善恶行为的储存器, 能够平衡羽毛, 那么死者就会被宣布 为雅鲁或正义之人。 如果不是这样, 死者的心脏 就会被喂给阿里特, 也就是吞噬死者的怪物。 他在平衡症的脚下 有埃及最危险的动物的 多形体代表, 和鲁斯坐在画的最右边, 坐在一个滑盖下, 坐在一种法子上, 法子下面有很多波浪线, 代表水或原始之水的大海, 也就是原始之秋升起的 那个努瘟。 荷花象征着火焰的力量, 从火焰中, 开极莲花将再次升起。 开极莲花是重生的象征, 因为它每天晚上 都会沉入水中闭合花瓣, 然后在黎明时分 重新出现并打开。 然后它指向阳光, 和鲁斯的四个儿子诞生了, 蚕狼头的杜安务特夫, 人头的英姆瑟特, 废头的哈比, 以及鹰头科贝克赛努夫, 他们负责包护 从死者身上取出的器官。 这些卡诺皮斯罐中 还包含的一组天秤, 与真理评估的概念相关。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 这个象征仍然被用来 表示正义的公正性。 过元前五世纪的下半夜, 波斯国王刚比希斯二世出征埃及, 埃及法老普萨美提克三世 在贝武西亚背负, 当比希斯二世戴上了法老的王冠, 埃及首次被波斯统治, 埃及塞浦路斯岛和菲尼基地区 一起成为了波斯帝国的 第六个行省。 在波斯统治的世纪里, 埃及被纳入了一个 叫做阿卡德的帝国。 埃及不再是独立的强国, 而是成为了这个地理上 广袤的帝国的一个省份。 尽管这个帝国军事力量强大, 防老的象征仍然存在, 但这次是由波斯皇帝来代表。 他们不再住在 尼罗河沿岸或首都孟菲斯, 而是住在波斯的巴比伦, 哈加达, 埃克巴坦和苏萨。 在佩纳波利斯尔这段漫长时期, 社会因为沉迷并融入 阿卡德文化而改变了, 但宗教仍然根植于古老的信仰, 因此托特的形象也被保留了下来。 波斯尔统治后来随着 一个人物的到来而结束, 这个人将永远把他与埃及联系在一起, 他就是亚历山大达, 虽然在尼罗河土地上的停留时间很短, 却跟埃及带来了许多变化, 其中最重要的是, 他确立了托勒密王朝, 这是一个来自马其顿的王朝, 定居在亚历山大达底自己建立的城市, 亚历山大城, 他让埃及进入了复杂的现实, 同时建立了托勒密摩史和希腊化文明, 这将把亚历山大城变种海地区, 主要的文化中心之一, 希腊人对这个如此复杂的文明感到震惊, 这个文明通过艺术和建筑, 展示了他的发展水平, 希腊思想家们对埃及的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逐渐吸收了埃及的一些文化和宗教方面的东西, 因此托特被希腊人称为赫尔默斯, 也被称为赫尔默斯, 特里斯莫吉斯特斯, 赫尔默斯是宙斯之子, 被认为是神圣的使者, 同时也是贸易旅行边界, 盗贼口才和体育运动之神, 就像托特一样, 他也是明导神, 引导死者的灵魂去往冥界, 赫尔默斯的形象与托特明显不同, 他被撩会成一个英俊的年轻人, 背着小包, 穿着有翅膀的凉鞋和帽子, 拿着被称为凯瑞克斯的信使杖, 他的象征是公鸡和乌龟, 托特和赫尔默斯都是为更高神服务的, 赫尔默斯是宙斯的信使, 托特斯拉和奥西里斯的书记, 在罗马帝国的大容和氛围中, 赫尔默斯·特里斯莫吉斯特斯变成了揭示真相并调节人神关系的神, 赫尔默斯·特里斯莫吉斯特斯的意思是三次伟大的赫尔默斯, 这可能是源于埃及人喜欢重复表达的习惯, 在神明赫尔默斯前面的形容词伟大的指的是特里斯莫吉斯特斯即三次伟, 一组启蒙和哲学著作, 被归功于赫尔默斯·特里斯莫吉斯特斯后来在败战亭时期, 也被收录在赫尔默斯集中, 其中一部分也在纳格哈马迪被发现, 以发现他们的地点命名这些抄本, 主要包含基督教诺斯梯派著作, 也包括赫尔默斯集中的三部作品, 和《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一段话, 学者们认为这些抄本属于拉比达修道院的图书馆, 据说圣人们为了保护这些抄本连遭破坏, 暂时将它们藏了起来, 这时在367年, 丹利三大主教亚他纳修给埃及所有教会写了一封信之后, 命令他们只将新约全书的27卷实为正典, 而禁止其他所有卷, 由于这些著作被认为是异端的, 所以它们被归类为赫尔默斯文学, 这是一类包含咒语和仪式程序的纸说草文书, 在阿斯克勒比尔斯对话中描述了一种被称为神术的艺术, 其通过使用草药和宝石, 能召唤或困住天使或恶魔在雕像中, 其他纸说草文书中也描述了让这些雕像说话和预言的方法, 还有制造人工制品, 并使其活化的配方。 此外, 赫尔默斯文献通常分为两类, 哲学类和技术类, 赫尔默斯籍的文本以阿斯克勒比尔斯的哀叹结束, 其中谴责埃及宗调被抛弃, 因为它失去了精神意义, 其中写道阿斯克勒比尔斯, 你不明白埃及是天国的影像吗? 或者更准确地说, 在埃及天上统治和运作的力量的所有活动都被转移到了地球上, 我应该说整个宇宙都栖息在我们这片土地上, 就像在祂的圣所一样, 而既然明智的人应该在所有事情发生之前就知道, 你不能对此一无所知。 总有一天人会发现, 埃及人对神明怀着虔诚的敬意和勤奋的服务是徒劳的, 我们所有的圣洁崇拜都将毫无用处且无效, 因为神明会从地球回到天堂, 埃及将被遗弃, 曾经是宗教之家的土地被遗弃, 没有神明的存在, 埃及埃及的宗教只剩下一段空洞的骨骑, 你的后代将来都不会相信, 什么都不会流向, 只有刻下的文字和石头才能讲述你的虔诚, 到了那个时候, 人们会厌倦生活, 他们不再认为宇宙值得敬畏和崇拜, 因此宗教最大的祝福, 因为没有比它更伟大, 曾经更伟大, 或将永远更伟大的东西, 人类的幸福面临毁灭的威胁, 人们会认为幸福是一种负担, 并开始蔑视他, 他们不再爱周围的世界, 这是上帝无与伦比的作品, 这个他建造的辉煌结构, 这个由多种多样的事物组成的善的集合这个工具, 通过上帝的意志在他所创造的事物中运作, 无私地偏爱人类的福祉, 这种结合和积累各种各样的东西, 可以唤起观赏者的敬畏, 赞美和爱, 黑暗优先于光明, 人们会认为死亡比生命更有益, 没有人会太多仰望天空, 贤诚的人被认为是疯子, 而无神论者被认为是聪明的, 疯子被认为是勇敢的人, 而恶人被认为是善良的, 至于灵魂, 他们会嘲笑这种信念, 即灵魂天生是不朽的, 或可以达到不朽, 就像我教你们的, 他们甚至会说服自己这是假的, 没有任何敬畏的话语, 不会听到或相信任何值得天国和天神的言论, 因此神明将离开人类, 这是件悲惨的事情, 只有邪恶的天使会留下, 他们会与人人类混在一起, 用武力驱使可怜的人们陷入各种罪行, 战争, 抢劫和欺诈, 所有敌对灵魂本性的事物都将出现, 但是地球将不再稳固, 大海将无法承载船只, 天堂将无法支撑星星在轨道上运行, 星星也将无法继续他们恒定的运行, 所有神的声音都被沉没, 地球的果实将会腐烂, 土壤将变得贫瘠, 空气受到到污染, 沉默地停滞, 世界将以这种方式走向衰老, 宗教将不复存在, 一切都会变得混乱, 所有的美好都会消失, 但当这一切发生在阿斯克勒比尔斯身上时, 主宰和父亲, 至高无上的神, 所有神之创造者将看到这一切, 他将通过他善意的意志来阻止混乱, 他将召回那些迷失方向的人, 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他将净化世界, 有时用洪水冲刷, 有时用猛烈的火烧毁, 有时通过战争驱逐邪恶, 瘟疫也将随之而来, 因此他会使世界恢复原貌, 宇宙再次值得崇拜和敬畏, 上帝这个强大结构的创造者和修复者, 被那个时代的人们用不间断的赞美歌颂, 这是一种祝福, 这是宇宙的新生, 这是所有美好事物的再造, 是对整个自然的圣洁和全面的恢复, 这是由上帝永恒的意志, 在时间的过程中完成的, 因为上帝的意志没有开始, 他始终如一, 正如现在一样, 他一直都是这样, 没有开始, 因为善是神的本质, 即使在罗马统治地中海地区的时期, 赫尔默斯文献仍然是宝贵的知识来源, 然而随着基督教的到来, 在居士坦丁大帝将其转变为国教之后, 赫尔默斯文献被禁止, 因为他们代表了一部, 包含异教宗教思想的作品,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 在西欧赫尔默斯文献的痕迹, 几乎相识有一千年, 但在中东人们仍在研究这些神圣的著作, 哲学家们称之为托特之书, 直到15世纪, 意大利的哲学家们接触坦丁 抱流传过来的古代作品, 那个城市刚刚入如奥斯曼人的手中, 于是人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 第一次被点燃, 以此文艺复兴开始了, 在1453年的文艺复兴时期, 意大利僧侣莱昂纳多达皮斯托亚, 在前往马其顿的途中, 经过居士坦丁堡, 发现了14本属于弥海尔·普瑟洛斯的原版书籍, 这些书是11世纪用希腊语为赫尔默斯特里斯莫及斯特斯所写的作品, 名为赫尔默斯文献, 后来被称为赫尔默斯籍, 回到弗洛伦萨后僧侣莱昂纳多, 把赫尔默斯籍给了克西莫德·梅蒂奇, 他最迟是在1463年, 委托马尔西里奥·费奇诺将其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 赫尔默斯籍随后成为了文艺复兴时期赫尔默斯主义的灵感来源, 还有新柏拉图主义思想, 但这些著作到达我们手中的旅程非常艰辛, 赫尔默斯籍似乎源自赫尔默斯文献, 这是一部包含大量中东地区作品翻译的庞大文集, 还有拉丁文文本, 其内容和范围有很大差异, 尽管它们通道分为两大类技术型赫尔默斯文献, 和宗教哲学型赫尔默斯文献, 技术型赫尔默斯文献, 包括各种各样的关于占星术、 医学炼金术和魔法的论文, 其中最古老的是用希腊语写成的,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或三世纪, 属于这一类的许多著作后来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和拉丁语, 并在几个世纪中常常被广泛修订和扩展, 其他一些作品最初是由阿拉伯语写的, 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原始副本已经丢失了, 这些著作在中世纪也被广泛抄袭, 在这些赫尔默斯文献中, 翡翠法盘是最著名的, 这是19和20世纪神秘主义者中流行的文, 神秘主义产生了如上则下的表达, 在这里, 作者也被认为是赫尔默斯、 赫里斯莫吉斯特斯, 和大部分归功于他的作品一样, 很难精确地确定日期, 最早已知的翡翠法盘文本的来源是《创造的秘密》, 还有《自然之术》也被称为《原因之术》, 是一部关于自然哲学的百科全书, 错误地归功于提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 这本书是在八世纪末或九世纪初用阿拉伯语编写的, 但很可能基于更古老的希腊语, 还有叙利亚语来源, 翡翠法盘在十二世纪也被乌戈桑塔叶重新翻译成拉丁语 作为他翻译原因之书的一部分, 并插入十三世纪的《秘密的秘密》的翻译中, 这也是源自古代阿拉伯作品, 然而翡翠法盘的拉丁文翻译, 作为所有后续版本的主要基础, 最初是匿名链接术评论集的一部分, 该评论集也被称为《赫尔默斯》之书, 在《原因之书》的叙事框架中, 提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告诉他的读者, 他在提亚纳的一座赫尔默斯雕像系发现了文本, 在里面他发现了一群古老的尸体, 老师放在一个金色的宝座上, 手里拿着翡翠法盘, 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的原音之书的部分文本, 明确表示真实是来自下面的, 下面也是来自上面, 他从一创造了奇奇, 就像所有事物都是从一安塔而来的一样, 他父亲是儿子, 他母亲是月亮, 从阿拉带在他的子宫里, 地球滋养了他, 神奇的财宝守护者, 充满力量, 火变成了土, 他将土上下分开, 他拥有光明之光, 所以黑暗无所对形, 他是力量之源, 超越一切善良, 他进入一切事物, 在更大世界的形成中, 这件作品形成了, 这是我的荣耀, 因此我称赫尔默斯为智慧的三角形, 乌哥桑塔耶的翻译写道, 这是真实的, 没有虚假, 肯定的非常真实, 下面就像上面, 上面就像下面, 为了实现独特事物的起, 正如所有事物都是从一而来, 并通过一的终界而存在, 因此万物都是从这一个事物, 通过适应而产生的, 儿子就是父亲, 月亮就是母亲, 风把它带在他的子宫里, 地球是他的护士, 万物的父亲, 万物的终结, 世界就在这里, 他的力量或权力是完整的, 如果他被转化为地球, 你将把地球从火中分离出来, 轻轻地将稀薄地从厚重的中分离出来, 凭借着极大的智慧, 他从地球上升到天堂, 然后又下降到地球, 他吸收了上下事物的力量, 通过这种方式将拥有整个世界的荣耀, 通过这种方式黑暗将远离你, 这使所有力量的强大堡垒, 因为他将克服一切微妙的事物, 他将渗透到所有坚固的事物中, 因此世界是根据这个意志创造出来的, 这将带来奇妙的适应, 方法就在这里, 因此我被称为赫尔默斯, 特里斯莫奇斯特斯, 拥有整个世界哲学的三个部分, 这是我所说的太阳在未来几个世纪内的运行, 然而受赫尔默斯文献知识的影响, 在神秘学圈子中流传这个传说, 关于一系列更古老的书籍, 这些书将保存整个世界的知识, 这些书由托特本人撰写并留在地球上, 就托特之书,共42卷, 在这些书中可以找到关于天体, 奥秘和事件预言的知识, 据说这些预言书藏在埃及秘密的图书馆里, 现在已经丢失了, 埃及人在生命之物里抱存了大量关于各种主题的文本, 图书馆藏在寺庙建筑群中, 由托特是知识之神, 许多人认为这些文本都是他的作品, 一位著名的埃及历史学家, 甚至声称托特在他的一生中, 写了大约36525本书, 教会之父亚历三大的克莱曼特, 是古代基督教神学家, 还奠定了基督教思想和教义基础的作家, 在斯卡塔一书中, 他提到了这些埃及寺庙守护人使用的42本书, 据他说包含了整个埃及者, 根据克莱曼特的说法, 所有这些书都是由赫尔默斯写的, 然而从埃及语言和概念, 到希腊语言和概念的翻译来看, 似乎失去了埃及部分的真实性, 托特之书《神秘的形象》, 也是古埃及托勒密斯奇一个名为赛特纳的故事的一部分, 托特所写的书包含两个咒语, 一个可以让读者理解动物的语言, 另一个可以让读者感知神灵本身。 根据故事这本书最初藏在尼罗河底部, 靠近科普托斯, 他被锁在一系列由蛇守护的盒子里面, 排及王子纳菲尔卡普塔战胜了守护蛇, 并取回了这本书, 但作为对偷窃的惩罚, 神杀了他的妻子阿尔瓦和儿子梅哈布。 随后, 纳菲尔卡普塔自杀并埋葬在书旁边, 其代人之后, 故事的主角瑟特纳一个基于历史上的王子 卡姆瓦瑟特·纳梅西斯伊士四儿子, 从纳菲尔卡普塔的墓穴中偷走了这本书。 尽管纳菲尔卡普塔的鬼魂在守卫, 瑟特纳随后遇到了一位美丽的女子, 他诱惑他杀害自己的孩子, 并向法老屈服。 王子后来发现, 这是纳菲尔卡普塔的灵魂创造的幻觉, 出于对报复的恐惧, 他因游魂的要求将书归还到坊墓, 瑟特纳还发现了纳菲尔卡普塔妻子和儿子的尸体, 并将他们与纳菲尔卡普塔葬在了一起, 并永远封住了墓穴。 这个古老的故事反映了埃及人的信仰, 其神明的知识不是为人类准备的。 这些奥秘, 就像天上的秘密一样, 只有时间才能守护它们。 然而人类的这些古老祖先可能知道更多, 比我们今天能想象的还要多。 奇萨金字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是这些祖先已经知道圆周率的有效证明, 也可以通过大约公元前1700年的 《莱因德纸超文》中的数学著作, 或1970年代部分丢失的丹达拉之灯浮雕来确定, 上面描绘了奇怪的装置, 类似于古老的灯泡或非常强大的武器。 它们可能还与2003年, 伊拉克战争期间从另一个地区偷来的文物有关, 来自波斯的巴格达电池, 可追溯到公元前247年至公元24年, 这是一个放置了原始电池的古老花瓶, 用我们现在称为瀝青的东西密封。 瀝青是一种由瀝青和沙子组成的化合物。 这些电池也可以用于研究 键金属如铅的善变, 它们还可以作为低压电产生器, 用于从水中剔取氧气和氢气。 这是我们自19世纪以来称为电解的过程。 但是如果这些祖先建造了这样的东西, 知道它们的效果, 那么它们有多少知识被埋没和遗忘。 宗教可能是我们从中获取这些知识的众多途径之一, 也可能只是外星神所留下的一小部分。